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如果是个老百姓 是个打工者 没有钱 但是你用实际行动去帮助别人 那受益者也会释放出一种感恩的信号 无论是你是有钱帮助别人 还是用实际行动帮助别人 都是善意的信号 这种善意的信号 感恩的信号积累多了 你的路会越走越宽 财运越来越通 你的路是越走越宽 蛇不值得自己有毒 人不值得自己会犯错 在日常生活中 有意无意当中 犯了这样那样的错 但是你知道错了 值错而改 也是一种好的信号 而那些 值错而不改 积蓄犯错 而越走越远的人 那些受害者会释放出一种 抱怨的怨恨的信号 这种信号积累多了 你的运势会逐年下降 甚至面临的是灾难重重 那是早晚的事 这就叫六道轮回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不是不报 时候不到 阿弥陀佛